老师您帮我 就是应该是离开这个教室 从右上角这里 你可以离开我的教室的右上角 离开之后你就会回到 您原本最 应该不是离开了 应该是要返回 对对对 不好意思 应该是返回选单 你们应该是返回选单 应该不是离开教室 因为离开教室就登出了 你们是在右上角这里 应该是返回选单 有没有 右上角这个有三个点点 返回选单 老师不要登出 因为我刚刚是用访课的 但是直接离开 你又返回选单 如果登出 你就重新再登录就好了 这样有找到吗 有没有回到外面去了 有 来您看一下 你回来之后会像这样子 所以刚刚老师不是要问我 我是教师还是学生吗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学生 点进去 那你就会看到我所加入的教室有哪些 如果你用老师的身份 就代表你曾经发起过有哪些教室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因为大家现在都有那个Google Cashflow的同学名单了嘛 所以麻烦大家你把它往下卷动一下 没有你们的不用卷动 是我的比较多才要卷动 因为我的那么多有没有 我的超多的 所以你们有看到中间是不是有个叫Google Cashflow 所以同学进来也是找这里 只是他是从学生的角度去找这里 那老师把这个点下去 第一次点的时候他会要求授权 好像有六个 六个勾勾要勾起来 麻烦老师帮我先打勾 就是你先授权欧凯端教室可以去存取你的那个Google Cashflow的资料 你如果授权完了 你会发现你的Google Cashflow这里 就会列出老师现在那个账号里面的同学的那个班级 有没有看到 您看您进来之后是不是就有很多教室了 您就挑选您的那个任一个你喜欢的 想要测试看看的 你看我这边有没有一个测试中就进来了 对不对 你就点进去 好那如果万一老师你的里面真的没有Classroom的那个资料 你就从右上角这边你看 我们刚刚第一次是加入当学生嘛 发起教室就是你是老师 我开一个新的教室 好那原则上如果您有classroom的 刚刚教室老师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管理学生要回到什么 classroom那边去管理 也就是说 那个欧凯端教室只负责什么 帮老师把资料带进来 那你学生要管理要加入或者是把他踢出去 都是在那边做 他就不是由欧凯端教室来帮你处理 他只负责把名单读进来而已 这样了解的齁 好所以如果您是发起教室的 您就按右上角 只要打上教室名称 你就开了一个教室了 那老师就是要负责去招生的 这样知道了吗 哈哈哈 但是如果你从classroom进来的 你只负责上课就好 不用招生 我所有的招生就是像我今天一开始 是不是要给老师那个代码 那同学要加入代码 是不是才会进到我教室 你要多这个动作 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动作 那classroom就是最方便的 因为大家就登录就可以用了 所以这样是相对比较方便 这样OK吗 那老师呢 如果您点进去了 你有没有感觉到 当老师骄傲一点 你的左手边工具比较多 哈哈哈哈 跟当学生有没有不一样 有感到的齁 有感到的齁 好 对对对对 他如果你 他可以再连回去 或者是读那边的那个作业 或档案这样子 好 那老师呢 您如果 现在 已经是老师的身份了 那我们要请大家来看一个 第一件事情不是马上开课 是要先设定一下教室 什么意思 你往下走 左边的选单往下走 卷到最下面 有没有一个叫做教室设定 有没有 那因为我这个教室是我自己开的 所以我的选项比较多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六个选项 可是你们如果是进Google KC的应该是四个选项而已 知道少哪两个吗 少 这个 你们不能管理学生 对不对 因为学生是学校管的 这个没有 还有哪一个 快速教室没有 为什么 因为自己开教室要自己招生 所以要快速教室 它里面就会有那个教室的代码 教室的QR Code 但是因为你是直接读取学校的资料 所以不需要有这个 这样清楚了吗 好所以你们只有四个 那了解之后我们先来看 这一个 先看基本设定好了 来老师您看一下基本设定 把它按一下 好你按那个基本设定 首先你可以往下看 看学生的名称怎么显示 然后头像 有没有 有的那个 我不知道老师学校这边的 可以说你有没有放同学的大头照 有吗 学生有时候自己会换 对对 如果他们有 那你用大头照 我们这边就会看到 对 那如果你不要看到大头照 你要用那个小怪兽 就是刚刚大家的那个概念 对 然后再来有没有 云不允许学生换头像 就是在这里 好所以您可以自己决定 要不要开放学生去用 再来 老师 你往下看 我们刚刚在给同学 评分 加减分 这边有声音 如果你觉得这样太幼稚的话 请把旁边关掉 哈哈哈 有时老师会觉得这样太吵 好 这难免 然后再来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课堂显示加减0分 有没有看到 课堂显示加减0分 诶很奇怪 对不对 0分就0分 干嘛还要加减 这个是有时候老师 如果你可能像我们之前 那个疫情期间啊 如果有同学 就是 中奖的 那要通知老师啊 但是不方便 就是公开嘛 类似像这样或者有特殊状况呢 你可以做个助记 你可以用这个 也就 什么叫加减0分 也就是说我 或者是这样子啊 有时候 我还不要正式把它扣分 我先做一个助记 好 这个同学要注意一下 那我就 在这个同学上面 我就要注意 你可以示范一下 哦好 这个 老师你拿我示范 哦不用不用不用 没关系 我假设那个有一个评分项目 好 我增加一个 这个 特殊生 这样 然后你看我的评分项目 那我就一个逗点 等一下 逗点 然后后面0分 有没有 用一个0 这个逗点应该要用半型的 我这边现在是变全型的 等我一下 诶 我的怎么都是全型 好 像这样子 那我把它确定 所以呢 你看哦 像教育老师 好 这个同学要注意 诶 哦 我看一下 诶不见了 是我没有打 来 这样子 他这个0分 这里有一个 有没有 上课快速助记 确定 哦有 确定出来了 好 点到他 有没有一个0分 嗯 按一下 他分数上 看不出有加减分 这样了解了吗 你看这里 就是 呃 我找到同学 是我看不出来 对对对对 就是只是做一个助记而已 做一个助记而已 那个还好 我是觉得那个 那个 那给老公用是什么 就是助记啊 哈哈哈哈 嘿 我是觉得那个 还 不是很常用 是比如说 呃 林青安 老师你给的加减分 学生会看不到 对对对 这上面不会秀出来 说是加分或减分 哦 对对 学生看不到 但是你这边自己看得到 诶对 我们我记得这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应该点进去会看到 嗯 这边好像现在没看到 课堂表现 好 这一个 显示记录 哎呦 有没有 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在这边 有一个叫课堂表现 这是看全部同学的 那 我可以看一下 哦 有哪些同学是 比如说这是特殊生 那我就从这边 显示记录 我就会秀出来 你们就看到了 这里面 是不是有 教育老师的 在这里 好 那可是呢 我们在 就是那个标准的这个上面 你点开 是看不到他那个 老师等一下 就同学自己 我加入你的教室之后 对 我现在加入你的 呃 你可以用你现在班级的 名单测试看看 对我是说 假设我 我现在是这个学生 基本设定啊 你就可以先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 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 评分的项目吗 您可以从这里 有没有 第三个 评分项目这边 你把它按一下 好 您在这里 您要加分 要减分 有没有 都可以自己设定 好 就是第三个 评分项目那边 您可以从这里 有两种方法 应该说三种 你可以一个一个项目 把它加进去 但是我也可以一次一起编辑 什么叫一次一起编辑 因为它的格式像这样子 来你看 它的格式就是前面是评分的项目 后面是加减分 逗号 然后加减分 所以如果你懒得一个一个打 我就全部一起 是不是先准备好 然后就一次打完 一行一个评分项目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快 当然它也有更快的 因为老师的班级很多 每个班级都要这样复制贴上 还是有点麻烦 所以我们可以在外面做好 外面做好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里有一个叫引入 上面这里有一个叫引入 有没有 这个引入 你们现在按没有东西 对吧 因为你们还没有做 可是你看我有做了 我今天这个班级要拿一个 就勾一勾勾一勾 是不是就抓进来了 那这个怎么做 来老师你先回到外面去 你就返回选单 右上角 右上角返回选单 对 你看 我们上面这边 有没有一个叫做全域设定 几家 是不是找到了 你把它展开 旁边这里有一个展开 这里 对 所以你的评分项目 可以在这边先打好 你需要什么评分项目 一个一个先加进来 那我下次每个班级 引入按下去 你就会看到这些项目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省实 不用再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虽然复制贴上也很快 但是毕竟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因为它的评分项目 每个班级都要设定 你如果没有设定 你们可以先试一下 现在预设的就是有加一分 减一分 不管你点到哪位同学 就是加一分减一分而已 可是如果老师希望它那个分数 是稍微有点 就是不一样 或者想要指定项目的 你就可以做 这个其他的设定 开始在用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什么 停分的一个需求 有时候有可能点错 对不对 另外呢 刚刚我们在看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一个点 好像有点麻烦 有没有比较批示的方式 可以直接给加减分的 都有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您看一下左上角这里 因为您现在是老师的 左上角班级经营 有没有个批示评分 有 所以如果老师 比如说这几个人我都是加一分 或者是哪一个表现 我就点到批示评分 好 Winnie老师 惠琪老师 有没有文贞老师 假设我点三个 好那我点完了之后 往下走 Play 有没有可以直接给这三个 你看上面会秀出来 哪三哪几位同学什么评分 好那我如果做得不错 好我们就把它按下去 You're the best 那这三个就一起加 好这是批示的方式 再来 万一不小心弄错了 你到左上角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课堂表现 刚刚是批示嘛 你到这里课堂表现点下去 手机就给我换好的 哎怎么不见了 没有任何课堂表现 哎呦呦出来了 来来来 你看刚刚我不是做了一个做得很不错 有没有 好我就点进来 这里有没有显示记录 你可以先确认一下 是不是针对这三个的 这样了解 好如果你有弄错了 那我可以把这个记录 直接做删除 也就是你先确认一下 看是对的 那如果错了 我就把刚刚做错的 就把它直接删掉 它目前啊 因为我刚刚是用批示的嘛 所以它没办法直接去掉其中一个 就是这个动作变成我 要重做 对对对对对 好 这样我就可以把这里删掉 这样会的吗 好所以你都可以去验证一下 看看相对应的那个资料正不正确 好 好 那其实说真的 我们刚刚在欧寒冷教室里面做的这些互动 它都有记录 所以如果老师最后面 你看 一样是卷到最下方 有没有一个教室设定叫做一键备份 如果你想要把这些资料把它汇出来 那比如说老师可能学期末啦 你要做一些评分 那你可以把这个按下备份 它就可以让你去选择你要备份哪些 哪些项目有没有 这里总共有八个项目 可以做备份 包括课堂表现课堂出席 随机抽人的 好 比如说你想要统计一下 这个学期谁被抽到几次啊 好类似像这样子 学生的分组 学生名单 互评的宽快达的结果 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直接下载成Excel 它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Excel 那你也可以登录Google帐号 它就直接帮你储存到云端上 就是你的那个Google帐户的云端硬碟里面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下载下来 也可以直接存在云端硬碟都OK 这样有没有比较了解 第一件事情先把教室设定好 来老师请说 刚那个动作是每次上网课都要下载吗 不用不用不用 老师就是它就是统计 它就是统计 对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对 那因为平常我们就直接看上面嘛 看什么 看这里有没有评分 然后或者是就是比如说我抽人 我们抽人也是有记录的啊 有没有一样都可以从这里找到 哈 冷静 当然当然当然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上次 比如说你看 有的人会说老师我上礼拜抽过了 真的有吗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好看抽人 有没有 这是第二次最近抽到的 然后后来抽到这个 再就抽到没有人的 有没有 这样老师大概了解 所以你的那个点名记录也好 抽到的记录通通都会留起来 这个对老师来讲 如果你比较在意就是说 我要有历程嘛 我要回去看一下 整个上课的一个过程 那这样是不是就等于你有一个小书童 帮你把这些记录留下来这样子 是是老师请说 老师请问 电脑跟手机可以同步 都可以 这个可以用手机 对当然都是都是同步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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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说当然不可否认在 电脑上你要看项目比较容易啦 手机要一直走出去 好 它会下载很久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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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选单 跟你现在看到的是一样 只是变成手机版这样子而已 对对对 好这样老师教室设定好了 恭喜你 可以开始玩学生了 因为你要做抽人 倒数计时 课堂出席通通都可以的 因为就跟我刚刚用一样 有没有 那你要做快按快答啦 还是抢答啦 是不是也都可以 重点要有学生 所以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学生 其实你进这个教室 很多功能不能玩 因为他如果没有学生 包括即时 即时抢答啦 或者快按快答 你按下去他都告诉你不能玩 嗯 所以老师你可以先玩玩看 好不好 先试看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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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